會將長期協定和單一個案 現在安排明確分開 長期協定的一切法律和制度 完全保留不變 而單一個案的現在安排 只納入三十七項罪例 我們亦會提高門檻 只處理可以判監超過三年以上 在香港而言 可循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今次修訂逃犯條例 剛才我強調了有兩個目的 除了處理台灣殺人案 同時是處理一個我們制度上的漏洞 舉例來說 我們和日本是沒有簽長期協定的 如果有一個旅行團 有一個男團友 他喝醉了酒 去了另一個女團友的房間 而性侵犯了他 之後他回來 我是沒有發了基礎去做 去處理這個案件 又或者他偷了某一個人 很多財物回香港 我是處理不到兩個部份去做 其實台灣陸委會那邊 昨天都已經接受了傳媒訪問 很清楚說 不會被香港規劃去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之下的一個移交逃犯條例 為什麼仍然要繼續用台灣這件事來做一個引指去修定這個條例呢 你說是用台灣作為引指 這是你的假設 事實上就著台灣殺人案發生之後呢 我們是先後三次 三次收過台灣的政府當局 要求我們協助 所以這個並不是我生安白做出來 就是要拿這件個案去授這件工作 要拿這件個案去授這件工作 我還是要看一看 有優惠片